那么中方密切的关注并且全程掌握了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 并且呢已经就此向美方表达了关切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原则的立场 你刚才提到美国的军方有一些人的表态 而且增加评次 关于他们的这种表现呢 我就想请你设身处地地想想 如果一家人他的院落 比如说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和另外一个小一点的院落 挨在一块但中间呢有个过道 那么一般的行人如果来借过这个通道的话呢 为了给他提供便利这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他故意在借过的时候 通过这个通道的时候呢 要发表一些挑衅性的言论 甚至呢采取一些挑衅性的行动 甚至是被视作威胁或者危害 这家人的安全和舒适度的行动的时候 你心里会怎么想呢 我希望美方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慎重行事 实际上当今世界谁在开门修路 谁在关门铸墙一目了然 个别人发表颠倒黑白于是非的言论 毫无意义 不值一搏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时代 只有秉持发展的眼光 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态度 才能为自身的发展 以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我们希望美方的有关人士呢 能够端正态度 放圆眼光 对中国的发展 能有个客观理性和正确的态度 不管家方怎么说 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事件从一开始 家方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司法事件 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 我昨天已经讲了 我们希望家方呢 能够认清这个事情的本质 不要做火中取栗的事情 中方对当前委内瑞拉局势的看法和立场 中方主张所有国家都恪守联合国宪章终止和原则 特别是互不干涉内政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以武力 相威胁等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准则 我们认为 委内瑞拉的事务必须也只能由委内瑞拉人民自己选择和决定 我们呼吁各方尊重委内瑞拉人民的选择 支持委各方在委内瑞拉宪法的框架内 通过和平对话方式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委内瑞拉保持稳定和发展符合各方的利益 我们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委内瑞拉稳定的事情 中方反对外部干预委事务 特别是威胁军事干预 将继续支持委内瑞拉政府为维护国家主权 独立和稳定所做努力 中方同意免除看麦龙截止2018年底到期未偿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我们注意到看麦龙总统府就此发布了消息 有关中方同意免除看麦龙3万亿中非法郎债务的消息 属于媒体的错误解读 你可能真的觉得我们外交部无所不知 关于贺建奎教授 关于基因编辑儿童的这个事情呢 我想你应该去问有关的部门 实际上我也注意到有关部门已经发布了这个调查的这个消息稿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关于你提到的第二个 就是中国帮沙特舰导弹基地的这个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关于阿德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关于是我们的想法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从来就不是差你 我们的电过程中 你是什么 什么东西 我从来 他就在面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